财新接力捅刀子 食用油水路运输更黑 北京重磅信息 国债价格不保 封抢国债是做空中国 习近平自强梦完了 中国半导体独角兽 大裁员50% 清华大学的博士自曝学术不端 成功快 公开的教授造假 上个星期的时候 中国新京报的记者揭露了 中国的食用油居然多年以来 存在与化工油混运的现象 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片哗然 而在7月13号的时候 中国的另外一家媒体财新网就报道说 这种食用油混装运输的乱象 不光只是在陆路运输当中 在水路运输当中同样存在 而且也是行之多年 并且当中牵涉到的利益更加的复杂 中国官媒新京报日前披露了 中国食用油与煤质油混运一事 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哗然 而7月13号的时候 财新的报道揭露的不仅是公路的货运 食用油经水路运输也存在混运的现象 且假的洗船证更加容易取得 因此即使是实施了专货专运的政策 仍然难以遏制 财新的报道指出 长期以来无论是海运还是内核的运输 食用油都没有专门的运输船 而和其他的油混装运输的现象十分的普遍 根据一名食用油专用运输船的船长 对一名接洽中介的客户表示 以前混运没有人管 你运好了白油 也就是化工合成油之后再运输食用油 只要能够提供洗舱证明就可以了 而洗舱也不是很严格 自己随便搞一下 再开一个假的洗舱证明就可以了 粮油企业也不会去细看 一名船舶洗舱公司的负责人向财新表示 运完了其他的油再运输食用油在行业里面很普遍 中间需要洗舱 他说但是你只要给1000到2000块钱的人民币 他们就可以给你直接的开具洗舱证明 还有汽油消除证明和其他的换品种证明 该名负责人表示 他们公司已经从事了洗舱业务20多年 客户遍及了中国的长江流域 不过自从新京报在7月2号的时候披露了食用油混运仪式之后 所有的粮油企业都在整改严查 海市部门也开始严查 发货企业和收货企业的货物证明都要提供 洗舱证明也不好取得 根据这名船长介绍说 以前假的洗舱证明最多是3000块钱就能够弄到 现在要上万元 所以现在很多的食用油船都不想接其他货的单子 中国食用油水运包括了海运和内核运输 前者以进口的食用油为主 后者则是中国境内的粮油企业间调货和经销商提货的主要方式之一 因为中国的粮油企业的生产基地和储运基地主要是在江河边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 2023年中国进口各类食用植物油合计为11111.7万吨 年增38.7% 最主要的油品是棕榈油和菜油 内核方面 根据长江海事局的数据 2016年 长江沿线的植物油运输量达到了600万吨 根据报道指出 中国自2019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长江水系省纪植物油船运输管理的通知 要求自2021年开始 从事长江水系省纪植物油运输的船舶 应该持有化学品船植物油运输运营证 原本取得普通船植物油运输运营证的船舶 需要退出市场或者是进行改建之后换证 而在政策推行之后 各大粮油企业也自建了一批自营专用食用油运输船队 不过有多名中国的内核港行人士向财新表示 食用油运输专货专运之后 很多第三方食用油水运企业仍然存在混运的现象 这主要是粮油企业监管不严所导致的 很多的食用油运输船 只要能够提供洗舱证明就可以运货 上海市杨浦区政府的公众号上海杨浦 曾经发布了一篇文章就指出 在2022年7月份的时候发现了 辖区内的一艘夜货船装载白油 该船舶的运营证核定的经营范围 仅限于植物油运输 实际装载的工业白油属于矿物油的范畴 二者的属性明显不同 对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并且要求就地卸载货物 而根据海市人员介绍说 相较于植物油白油更易燃 且更难以降解 一旦泄露至了黄浦江也更难以清除 而中国的《新京报》独家披露了油罐车混装 食用油丑闻引发了社会的哗然 不过卧底记者韩福涛却惊传失联 微博账号也被注销 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微博上许多人纷纷地询问 韩福涛的下落 说是账号注销人失联了 大家关注 也有其他的网友留言说 所以这个吹哨人韩福涛 现在人在哪里 真的被境内的反华势力给绑架了吗 还有网友说如果韩福涛失联 那么谁最想韩福涛失联呢 所谓的解决问题 就是把记者解决了 有网友发现韩福涛的微博账号 被注销之后 微博已经搜寻不到 新金报韩福涛 会显示抱歉 未找到相关的结果 指该账号因为用户自行申请关闭 现在已经无法查看 有网友纷纷地留言质疑 新金报韩福涛在哪 请问你们是什么理由 把韩记者的微博给封了 还有网友说 祝福这位新金报的韩福涛安全吧 近年以来中国发行了多类型的国债 也引起了社会的狂抢 就在7月1号的时候 中国的人行呢 说要介入国债 然后进行卖出来操作 试图给这波热潮来降降门 而在7月13号的时候 中国人行的一个主管媒体就发文 怒批现在中国的一些机构来分享国债 是在畅空中国的人民币 同时也是在做空中国的经济 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今年发行国债跌遭市场风抢秒杀 中国的人民银行在7月1号的时候 宣布将展开国债介入卖出操作 试图来降温 而中国人行的主管媒体 在7月13号的时候发文 批评机构风抢国债 基本上就是在畅空人民币 也是在做空中国的经济 中国今年以来发行的数期储蓄国债 以及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尽管利率只是比银行的定期存款略高一些 但是推出来之后即遭到了风抢秒杀 显示了市场 看快经济 认为利率还会走低 民众不愿意投资股市房市 宁愿把钱投入相对安全 又有流动性的国债 中国的人行在7月1号的时候公告说 将于近期向部分的一级交易商 展开国债技术操作 并且在7月5号的时候确认 已经与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签订了债券介入协定 将是市场情况持续的介入 并且卖出国债 而人行的主管媒体金融时报在7月13号的下午发文批评 风抢国债的现象 警告市场不要炒作的意味浓厚 该文章说 今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持续的火热 但是潜在的风险不容小觑 业内专家多次提示 债市不会永远上涨 当前市场反转的风险不断增大 对于人行出手干预 文章引用了中国光大证券的固收首席分析师张旭的话表示 这一次的公告就表明 人行会用实际的行动来告诉市场 国债的价格会降 国债市场存在价格下降的预期 未来运行就会更平稳 另外文章还表示 多位的受访专家表示 人行公告介入国债并且卖出 是保汇率稳预期的体现 而该文章还引述了不具名的业内人士的话批评说 机构风抢国债 就等于预期以后利率会越来越低 说不定像日本那样进入长期的低利率的时代 说这基本上就是在畅空人民币 也是在做空中国经济 加大资金流出的压力 另外中国媒体第一财经 在7月12号的时候 也引述了叶内士的分析报道指出 短期人行对国债买卖的探索 可能以卖出操作为主 这与近期不断走地的国债的收益率有关联 人行有可能透过介入国债 然后再在二级市场当中卖出 以达到维持正常收益率曲线的目的 中国今年以来发行的国债利率并不高 其中2024年第三期的三年期的储蓄国债 年利率为2.38% 第四期五年期的国债年利率为2.5% 仅分别比国有银行三年定期的存款利率 高出了三与十个基点 而中国今年预计发行人民币一兆元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截至到目前已经发行的20年期的国债的票面利率为2.49% 30年期的超长期的国债的票面利率为2.57% 6月17号发行的首期50年期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票面利率还降为2.53% 比30年期还低 今年接下来还有8400亿元代发行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近年以来是被美国的重磅在追打在围堵 所以中国想尽办法要来扶持自己的半导体企业 但是人们听到的更多的信息是中国的很多的半导体企业 因为得不到美国先进技术的一些支持 所以纷纷的倒闭了 另外有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就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刚刚被中国的南京市市政府列入了重点扶持的新创企业的新华征 居然现在已经爆出了要大裁员 裁员的规模达到了50% 这是来自自由时报的信息显示 尽管北京持续的砸钱扶持半导体产业 在美国芯片禁令的冲击之下 许多的中国半导体公司已经撑不住了 香港媒体就披露 今年5月份才被南京市政府列为了重点支持的半导体新创企业 新华章裁员高达50% 为北京实现半导体技术自给自足的努力 蒙上了阴影 根据南华早报的信息表示 有执行士透露说 新华章成立于2020年 旨在开发中国本土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 希望打破美国公司的垄断 为了该公司本周开始对不同部门展开了裁员 包括核心研发部门 由于新华章并非是上市公司 没有公开披露财报 也没有证实裁员的消息 而根据初创公司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2023年的3月份 新华章在南京 北京 上海 成都和深圳的办事处 拥有约400名的员工 报道指出 新华章是由美国EDA巨头的前工程师 王李斌于2020年3月份创立 根据该项数据显示 截至到2023年的3月份 新华章已经筹集了1.217亿美元 投资者包括了红杉资本以及精卫中国等等 报道称 新华章是中国本土EDA企业的后起之秀 今年5月份的时候才被列入了南京市政府重点支持的新创企业的名单 新华章和华大九天等些中国EDA公司 正在开发用于复杂芯片设计的软体工具 这一领域长期由易华电脑 还有新思科技以及明导国际等三家美国公司主导 目前明导国际由欧洲巨头西门子拥有 另外报道提及 美国以国家安全考量对中国实施了科技封锁 拜登政府的芯片禁令涵盖EDA的硬软体方面 华盛顿于2022年8月份的时候 首次限制中国获得该技术 禁止相关的技术或者是软体出口的中国等地区 对中国发展先进的半导体 以及开发先进的AI芯片构成了阻碍 尽管北京高含半导体要自给自足 中国对EDA技术的掌握进展相当的缓慢 顾问公司的数据显示 三大外国供应商掌握中国约70%的EDA市场 中国最大的EDA厂商华大九天 市场的占有率仅为7% 在市场逆风之下 华大今年第一季度的利润大减64%至770万元人民币 显示中国的EDA厂商运营承压 报道认为在美中科技站当中 中国对进口的EDA软件和智慧财产权的依赖 加上半导体设备曝光机的开发遇到了瓶颈 成为中国半导体产业最大的弱点之一 近日在互联网当中 有一名自身是清华博士的一名中国青年才俊 在互联网当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这个文章当中讲的呢 是他如何通过学术不端以及造假 长期以来获得了重度的荣誉 导致他个人的成功 他发表这篇文章啊 并不是来揭露学术不端 反而是要大家来学习他 因为通过学术不端和造假 可以弯道超车 更早的让自己获得成功 而目前清华大学的党委也表示说 已经关注到了此事 并且展开了相关的调查 这来自世界日报的希希表示 近日网传一篇文章当中 自称是清华大学博士施博臣的作者 自曝成功之路 充斥着学术不端的行为 包括数据篡改和研究成果的盗用 还劝学界效仿弯道超车 追求更高的成就 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 舆论对清华博士举报自己学术不端 直呼火酒见 有人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也有网民怀疑文章的真实性 清华大学的党委宣传部表示 已经关注到了此事 并且展开了调查 根据中华网的报道说 施博臣就读于清华大学的电机系 2017年级的直博生 其学术生涯亮点颇多 2021年的时候 荣获了国际大电网委员会 最佳博士论文奖 同年获得了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国际研究奖学金 并且与团队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 赢得大会特别嘉许金奖 同年6月份的时候 被授予了清华大学研究生 学术新秀称号 由于这些成就 施博臣在网络当中备受关注 甚至有专门的特奖专访报道 其学术旅程 然而近期 他在个人微博当中的字数 引起了轩然大波 施博臣声称 自己的成功之路 实质上充斥着学术不端的行为 包括了数据篡改 以及研究成果的盗用 他在微博当中表示 建立这一公开平台的目的之一 竟是传授给其他的学生 如何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来实现学术超越 同时警告需谨慎行事 以免被导师或者同僚察觉 为指导他人 他还详尽地分享了一些 具体的操作手法 比如如何通过 对师兄论文的图片 稍作修改 便当做了新的成果 施博臣不仅没有对这些行为 表示出丝毫的悔意 反而在文章的末尾 自豪地宣称自己发表的八篇 SCI论文当中 有多达五篇是基于篡改数据 两篇涉及抄袭 并且鼓励读者效仿其行为 以追求更高的成就 此番言论立即引发了公众 对其学术诚信的严重质疑 指其欺诈行为 不仅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 还可能凭借这些虚假成果 获得不应该有的学术职位和荣誉 更令人惊讶的是 施博臣的公然态度 似乎对这类的不正当的行为 毫无羞耻之心 挑战了学术界的底线 需要注意到的是 虽然这些信息源自网络 但是真实性与背后的动机 仍然需要谨慎评估 有网民就认为 有可能是有人嫉妒施博臣的才华 质疑他的研究成果的真实性 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假借施博臣的名义来自曝 引起社会的关注 根据了解 清华校方表示 已经关注到了此事 并且展开调查 强调学术诚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